Hello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 据远古给出的情报得知 泽塔会在9月份拥有两种新形态 分别是德尔塔天爪与西格马未来 目前为止泽塔已经拥有了四种形态 若是根据最早的情报来看 泽塔似乎只有这四种形态 但是整部剧可是有28集 后面还有十多集的内容没有播出 泽塔必然会拥有其他形态 不过事情真的就是这样 如今远古再次公布泽塔两种新形态 而借用奥特曼的力量也很强大 那么这两种形态哪个更强大呢 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大家先看看塔尔塔天爪 这是使用三个开挂战士的力量 除了贝利亚父子之外 还有无限赛罗 如此多强大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泽塔的实力一定会很强大 而且贝利亚的力量成为了泽塔手中的武器 据说武器还有自我意识 至于另一种形态西格马未来 从泽塔使用的勋章就能够看出实力的高低 这三枚勋章分别是孟比尤斯 迈克斯 迪迦 看来泽塔的实力会提升很多 会比加马未来形态更厉害些 不过当两种新形态打在一起的时候 从使用的勋章来看 似乎是德尔塔天爪会更胜一筹 毕竟他进入的力量都很强大 尤其是极恶贝利亚的力量 这可不是谁的力量都能与其相比的 所以说西格马未来的能力会差一些 当然该形态会比已经出场的形态厉害 不过新形态虽然很强大 但他们也不是泽塔的最终形态 要知道他的终极对手可是塔尔塔罗斯 大家觉得泽塔的最终形态会使用谁的力量 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关注哦 下期我们再见